这个是一枚经典的M24手榴弹 二战德军的制式手雷 在战场上面的使用量 同当时盟军生产的Mk2手雷不相上下 话说 如果把他给塞到坦克的炮筒里面 会不会更容易一些呢 好 这显然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手雷或者是手榴弹 到底有没有可能顺着坦克炮管 炸进坦克炮塔里面呢 这个问题咱们视频最后会揭晓的 先还是回到我们的手榴弹本身上面 相比起盟军的Mk2 德军的M24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如果它俩对着扔的话 M24是可以比Mk2扔得更远的 倒不是因为德军各个都是臂力惊人的 而是这根长柄的贡献了 真的啊 我强烈建议大家实际的来感受一下 握住这根长柄 哎 仿佛就是给自己的手臂夹了一截嘛 轻轻一人呢就能够飞得老远了 难怪平均起来啊 它的投掷距离至少是别人的两倍 这就使它更像是一枚进攻型手雷 而不是防御型手雷了 另外它的引爆方式也很特别啊 跟Mk2之类的手雷使用的撞针隐性不同 它使用的呢 是一个看上去好像要古老的多的拉伸引信 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的拉伸开关了 哎 在座的还有几位知道这个玩意呢 好 回到咱们的手榴弹上 M2的拉伸引爆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 哎 我来拆解K这个模型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咱们先把手榴弹的头部给拆下来 真家伙也是这么个结构啊 不过不同的是呢 真的外面是由钢板制成的 而我的这个嘛 是用塑料由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手榴弹的头部呢 是装满了TNT炸药的 所以能够在爆炸时制造强大的震荡效果 对于清理封闭区域是特别有效的 而在开阔区域呢 由于没有像Mk2手雷这样的预支破片 所以效果呢就相对要弱了一点了 当然德国人也不是没有办法啊 给它外面套一个破片层不就搞定了吗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是我已经装好的隐姓了 我得先把它给取出来啊 而取出来你看咱还需要一个专属的小扳手才行啊 现在呢隐姓拉绳 还有拉绳头尾的陶瓷环 就已经完整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隐姓呢其实是分成好几个部分的啊 最上面是雷管 中间是岩石火药 下面呢这是点火器 当要扔出手榴弹时呢 我们会先将木柄下方的这个拉绳盖 给领开 于是这个陶瓷环就给掉了出来 然后就可以用力的拉出拉绳了 绳子另一头呢 原本是被封装在一个裹满摩擦成分的 千套内的金属摩擦丝 就被拉了出来 当然我这个呢是用了一个回锡针 给大家做做演示啊 在被拉出的过程当中呢 由于摩擦的作用啊就点燃了火焰 工作原理啊 就跟你划根火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火焰先是烧过岩石火药 它有一个相当准确的延迟时间 4.5秒 正负不过0.2秒 接着啊 雷管就上场了啊 它直接就将手榴弹头部的所有装药 全部给引爆了 工作结束 最后M24手榴弹呢 还有一个高级玩法 那就是将其他M24的木柄 给攥下来 齿流上面的爆炸头 然后将它们捆在一根手榴弹上面 从而制造出其威力加强版本 对付坦克 装甲车 还有公式啥的就得心应手了 果然啊 还是模块化的设计呢 是比较有优势的 好 视频的最后 我们来回答一下 手雷vs坦克炮管的问题 答案是 美剧里面演的你们能新吗 首先啊 坦克火炮是后装弹的 这就意味着在炮管的底部呢 是有一个可以开闭的门 这道门通常处于关闭状态 除非是在装载弹药 而你想都不用想就会知道啊 这道门呢 一定是经过严格加固的 因为它需要承受住炮弹的冲击嘛 所以对比起来呢 手榴弹算个啥呢 国外有个博主好奇 M20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于是就将它塞到了一辆 废弃工程车的金属履带缝隙里面 结果嘛 声音炸的是挺大啊 但是履带连个皮都没有破 就跟没炸过的一模一样 那你说是履带厉害呢 还是坦克的炮管厉害呢 所以这个东西嘛还真的是欺软怕硬啊 你要跑多快才能追上自己射出去的子弹 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伪命题啊 因为不管你跑多快子弹射出去的速度 都是在你的速度上又加上了它自己的速度 怎么都比你快还怎么追 但是等等啊 有没有可能这样我在射出子弹之后呢 马上就加速跑去追呢 通常情况下子弹的出速度呢 在700到800米每秒之间 我们取个中间值750米 那么它的时速就是2700公里了 看样子你是怎么加速都追不上了 战斗机或许还可以啊 取决子弹离开枪口是战斗机的速度 如果它是在1马赫的速度下开枪 不应该是开炮的话 那么就需要至少加速到3.2马赫才能追得上 谁可能会办到呢 似乎只有SRT黑鸟了 但是完成这个壮举的还就不是它 偏偏是一架最高速度不过1.1马赫 服役时间不过才短短几年的战斗机 格鲁曼F11老虎 而它追上自己的炮弹纯属意外 并且还付出了坠机的代价 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架自己把自己击落的战斗机了 怎么回事呢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啊 上世纪50年代初 格鲁曼的设计师开始着手对其F9美洲式战斗机进行现代化改造 为它带来更低阻力的同时实现超音速飞行的能力 当这样工作于1953年完成的时候呢 结果却拿出了一架与美洲式完全不同的飞机 这种新型飞机配备了全跨距前缘凤翼和带有扰流版的后缘静翼 而通常用于横摇控制的副翼则被拿掉了 翼间也变为可上翻的样式 方便在航母上存放 在1955年4月的首次飞行当中呢 它就以接近一马合的速度展示了其过人的高速能力 把海军机的当机就下了订单 要求格鲁曼你赶紧给我交货400架 看起来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 然而蜜月期很快就过了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老虎的缺陷一个个都暴露了出来 它的发动机不是那么可靠 它的续航里程呢 坐进舰走 它的耐用程度实在是很弱机啊 各方面的性能都完败当时生产的其他战机 比如沃特F8十字军 于是到了1959年在短短的4年之后 生产就被叫停了 只有199架被实际造了出来 而且很快海军连一架都不留给他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了 只在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继续使用了几年而已 按理说这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飞机 应该很快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才对嘛 可是它偏布非要用一场极端的空弹 把自己挤进超音速战机的名利场 好时不时跟人炫耀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快吗 都快到被自己开出的火炮给击落了 是的啊 就在1956年的9月21日 年轻的美国海军试飞员汤姆·阿特里奇 驾驶着一架F11老虎从纽约长岛起飞 它此趟的目的是要在大西洋的上空进行武器测试 当爬升到6000米的高度时测试开始了 阿特里奇以伊马赫的速度一边向下俯冲 一边从机身两侧共计四门20毫米的机炮当中 射出了第一轮大约70发的炮弹 仅仅4秒之后呢 它的高度就已经降到了4000米了 接着它打开了飞机的加力燃烧时 以更大的角度开始了第二轮的俯冲 当到达2000米的高度时 它再次开火直接就清空了弹弹 可片刻之后它的驾驶上玻璃被什么东西给打碎了 阿特里奇认为这是一次鸟机 它立即就放下油门并拿起机头以降低速度 然后转身飞向纽约卡尔夫顿附近的格鲁曼空军基地 但在飞回空军基地时呢 阿特里奇注意到刚才击中它的物体 还在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 留下了一道相当大的伤口 并且很快发动机就真的开始给它带来麻烦了 它最多只能开到78%的功率 如果再继续将油门推过这个数字的话 就会导致发动机按照它的话说 像是用真空吸尘器从地毯上吸起石块 一样剧烈咆哮 虽然是在继续飞向空军基地 但阿特里奇却在迅速的损失高度 最终在距离基地不到1.6公里的时候 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 老虎最终铺上了一片森林 在跌跌撞撞的向前滑行了将近100米后 才停了下来 所幸的是 阿特里奇只摔断了一条腿和三根嘴骨 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这该死的鸟啊 他心中一定会这么骂到的 但事后调查显示他骂错了 甚至他根本就不该骂嘛 因为导致他坠机的 正式起初从他的炮口当中射出去的 那78炮弹了 这张图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了啊 当炮弹离开飞机时 它们的出输呢 虽然是2700公里 但是很快就会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大幅减慢 而与此同时呢 飞机的动力始终都在啊 所以并没有减速 在这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当中呢 阿特里奇反而还开了加力 以更快的速度向下服从 于是无意当中 他从炮弹弹道的下方超过了炮弹 11秒后 当他重新拉起飞机 第一轮被他射出去的78弹雨 正好经过他的头顶 一发撞在了他的驾驶舱玻璃上 一发击中了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 再加一发穿透了老虎的鼻椎 你说阿特里奇是什么样的运气 才碰上了这样的概率 先是被海军声称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的 自己把自己给打了下来 又在坠机撞上地面后 以极低的生还率 从驾驶舱里面爬了出来 这两个概率拿出来沉一下 大概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了吧 虽然这个幸运 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来得好啊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呢 飞机飞太快的确是容易误伤到自己的 不仅射出去的炮弹可能 就连射出去的导弹也是有可能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二战中不管是盟军还是德军 都往对方城市上空投下了孰性的炸弹 于是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们在投弹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瞄准 又该如何瞄准呢 我是人称百科全数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先来回答第一点 要不要瞄准 肯定是要的啊 或者咱们可以这样说 肯定是想要瞄准的啊 谁家的炸弹都是花钱买的 当然希望把它投在性价比最高的目标上 比方说工厂铁路和桥梁等等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怎么瞄准 实际上这才是真正困扰着空军最大的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由于缺少有限的瞄准镜 采用水平轰炸的高空轰炸机 只能依靠投弹的密度来抵消精度 冒着极大的风险却收效甚微 这个击坏了各家的空军 于是纷纷提着 钱袋子满世界的寻找能够设计出 靠谱的轰炸机瞄准器的高人 很多的高人也都站出来尝试了 但就是解决不了 直到卡尔诺顿的出现 这个金鱼制作精细机械的瑞士 人恰恰也是个极其有爱的人 他想啊 这瞄不准目标的炸弹 随便的就这么往下扔 得要伤及多少的无辜性命啊 哪怕是没有伤到性命 伤到哗哗哨哨也不好啊 所以我来 于是啊 一个终于20公斤设计 极其精良的诺顿MK15型 头弹瞄准器横空出师了 它有多厉害呢 两个证明啊 一个是诺顿自己说的 用了这台瞄准器 可以准确的把炸弹 从5000米的空中丢到泡菜桶里面去 这个好像有点水分啊 但另外一个就是实大实的啊 美军为了研发诺顿的这台瞄准器呢 居然愿意掏出15亿美元 要知道啊 整个曼哈顿计划的投入 也不过才30亿美元 一颗原子弹顶两台瞄准器 你就能感受到 这是怎样的一台瞄准器了吧 那我们必须要好好讲讲它 一套完整的诺顿瞄准器 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稳定器和瞄准器 稳定器一方面利用陀螺仪 来让自己始终保持水平状态 另一方面则通过与飞机的 自动驾驶系统联合工作 修正左右转向所带来的偏角 从而让安装在它上面的瞄准器呢 始终都能对准同一个方向 当投弹手需要瞄准目标的时候啊 它会旋转位于瞄准器下方的反光镜 使十字中心正好与目标重合 由于飞机在前进 所以目标肯定是会跑掉的 为了把它始终锁定在中心呢 下面这个反光镜实际上 是需要不停旋转的 当然它会自动旋转 投弹手所要做的 就是把它调整到一个准确的旋转速度上 接下来就要做一些物理运算了啊 假设需要轰炸的目标 位于A轰炸机的飞行高度 使H理想情况下丢下一颗炸弹 它会用根号2H除以G的时间落到地面 但空气是有阻力的 而每一种炸弹由于外形的不同 所收到的阻力也是不相同的 所以不能这么算 还好空军之前已经做过实际的实验了 所以也就有了各种炸弹在不同高度 落下来所需要花的时间的数据 用这个时间乘以轰炸机的地面速度 就可以得到从投弹时 到炸弹接触地面爆炸时 轰炸机飞过距离的地面投影了 这个叫做整体范围 这个整体范围跟炸弹飞过的实际范围 有什么关系呢 按理说啊 理想情况下 它们应该是相等的 但还是由于空气阻力 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 是要小于整体范围的 也就是说 当炸弹爆炸的时候呢 轰炸机其实已经离间飞出去一段距离了 这个距离跟轰炸机的空数有关 也是个常数 叫做足迹范围 投弹的时候只需要在表格里面 找到相应的数据就可以了 所以整体范围减去足迹范围之后 才是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 现在只需要用一个简单的三角函数 就能够计算出投弹时 瞄准镜下方那面反光镜的正确夹角 是多少了 诺顿瞄准器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啊 控制飞机朝目标直线飞过去 然后当反光镜夹角正好等于计算结果时 触发投弹机构自动完成投弹 不管你有没有听懂啊 但至少呢 听起来也好像值15亿的样子 对不对 那它的实战效果能与之匹配吗 完全不能 首先它故障频繁 而且由于它里面装的满满的都是精密部件 一旦出现故障 想要快速修复绝无可能 其次啊 诺顿承诺的炮菜桶精度 是在理论条件下计算出来的 它假设飞机是在低空低速投弹 但战场上怎么个低空低速呢 比如装着诺顿瞄准器的B-17 全都执行的是高空轰炸 所以准确率相当的感人 另外 投弹手在这样的高度下 还必须要目视目标 你把云放哪儿去了 盟军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由于他们训练和使用诺顿瞄准器时 都是在美国中部干燥无风的沙漠里面进行的 而欧洲的上空根本就没有这种条件 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1944年 盟军轰炸位于洛伊纳的化工厂 工厂占地757公顷 目标够大吧 在22轮轰炸任务中 飞机都配备了诺顿瞄准器 并且投下了8万5千枚炸弹 你猜命中的有多少 10% 而且这10%的炸弹里面又有16%是亚弹 于是在遭受多次猛烈攻击之后 这所工厂在几个星期内又开工了 非常的讽刺 但其实更讽刺的是 诺顿设计出瞄准器的初衷 是为了能够精确打击 以减少无辜伤亡 但1945年8月6日 一名叫做伊洛纳盖的B29轰炸机 头弹手正式使用了诺顿瞄准器 瞄准广导 投下人类低美元子弹的 这件事并没有人告诉卡尔诺顿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 这边 看起来 减少有个人